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不用多介绍 她是现在很timing上的 线上 我已经琢磨了 还考您了 对 陈姐多多指教 给您介绍云南美女 郊俊小姐 那是不是我们从陈姐开始 先从我开始 但是我先声明我今天讲的这个主题 倒不是鬼 但是基本上来讲也是属于 有一些比较玄的一些 属于感应方面的事情 那我今天 因为最近 由于这个媒体上 我的出现还有我一个双胞胎的妹妹 那么也跟我一起出现在媒体上 很多人都不知道 因为我从出道到现在 所以我出现的节目里 大家都不知道说我还有一个 双胞胎的妹妹 那么更加上我的形象 又那么的特别 还有一个双胞胎 那一定是跟我一样大烹头 或者是比较体型丰满 就刚好我们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先把它这个放后面 因为这个比较精彩一点 那我先讲个人 人有没有第六感 我们相信大概有 我觉得有 不但有 而且蛮明显 那我讲我个人的一个例子 那么时候我是 就是我回 从新加坡那一趟回来到现在 中间有一个蛮大的节目 可是我那时候刚好去大陆 去大陆北京参加一个 他们一个慈善演出 那我急着去答应这边的一个秀场 就太阳城的一个秀约 所以你知道秀都是已经差不多 都先拿了定金的 一定要旅行合约 可是我在大陆那天就搭飞机 那搭飞机的时候 当时我平常坐飞机都蛮开心的 不管是长途美国的飞机 我都没有觉得说很难过 那天那个飞机 我就一坐上去 一坐到飞机上 我就觉得一种很躁的感觉 就好像 就不知道哪里不舒服 一会儿真的有点紧张到 手心都冒汗 就好像有点觉得很怪 这是我平常没有的现象 但是坐飞机之前 每个人都会有一点 对 因为这个长途飞行 又加上是这种 航空的飞行的 总是会有一点说 会不会有点生命的威胁 所以基本上我是蛮 讲一句比较熟的话 是蛮各样的 各样你们听得到 就是很各样的味道 可是又觉得是 不要想那么多嘛 对不对 而且我已经定好了秀约 也不可能更改 现在时候我真的 一直有蛮想 下飞机的这种念头 结果在那边就坐下来 坐下来就开始 眼睛闭起来 就开始打盾 打盾说就觉得 哇 怎么搞的 所有飞机上的人 通通都冲下去了 然后就觉得这个飞机 一下子就好像觉得 好像就是感觉 那个飞机就是 天旋地转的味道 就是好像 简单来讲就是 基本上这个飞机 就是不安全 后来我就冒了一声 还一睁开眼睛 你真的看到所有的 飞机上的旅客 通通往下面冲 那我也就跟着往下冲 跟着就往下冲 然后冲的时候 大家都跌跌撞撞的 那时候我真的 哇 吓得要命 真怕走慢的时候 不要一阵烟 或者邦来 或者爆炸了什么的 就在紧张的时候 断开眼睛 原来是一场梦 是一场梦 是这个梦 我很少做梦 梦得那么清楚 那时候感觉上就是 空中小姐的脸 每一张乘客的脸 脸孔 还有包括 就是说 下飞机的时候 急着下飞机的时候 那个楼梯运过来的 工作人员的脸 我居然通通记得 然后我想说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梦 说着说着 一睁开眼睛看 就是所有的乘客 也都上飞机了 那我一看表 当时我记得那班飞机是 一点半起飞 sorry 一点钟起飞 可是我看表的时候 哇 已经一点半了 所有的乘客 也都系上安全带 怎么搞的 奇怪 迪雷了半个钟头 可是我想说 这个大概是做个梦 那飞机你知道 尤其从大陆 大家都习惯 所以去过大陆的朋友 知道大陆的飞机 迪雷好像是正常 准时反而是反常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也就 就当做个梦 也就没有什么 特别的习惯 就等啊等啊等的 左等右等 一点半 两点半 快两个钟头 这飞机都没有飞 然后终于听到 那个飞机下来报告 先头他就开始 大概隔十分钟 他就开始报告说 对不起 我们这架飞机 有一点问题 我们现在正在维修 可能稍微会 延迟一点起飞 希望旅客不要介意 加上刚刚的梦 我都觉得奇怪 刚刚的梦里 就觉得这个飞机不对 然后现在又来一句话 说又在维修 又有那种小冲下去 的念头 干脆这班飞机不要坐了 真的 可是那个时候怎么可能 大家都已经check out 而且楼梯也拿走了 不要想那么多了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对不对 就继续 真的等等等 就等到三 差不多两个钟头后 果然 航空小姐就说 我们这架飞机 现在已经确定了 不飞了 暂时有点问题 暂时不能飞 请各位旅客 赶紧下飞机 先到休息室后机 这话一讲 大家都紧张了 那我才仔细看 哇 虽然我身边的每一张脸孔 跟我刚梦里的都一样了 因为本来我坐在旁边 也没特别留意 还有人的什么脸 高一笔 不要紧张 哇 再加上我在 因为仔细看了 因为开始要下飞机 开始注意了 哇 这个太雷同了吧 才开始注意空中小姐那里 抱歉 真的很吓你 不是不是 那空中小姐那里 就跟我刚刚梦里的也一样 哇 吓得我一声冷 真的是连滚带爬了 冲下飞机 真的真怕这个是 刚跟梦里的一样 可是我发誓真的 如果说 你当时我看到的 跟梦里的真的是 差不多都雷同 包括下飞机的那个楼梯 还破个蓝地毯 那个蓝地毯的颜色 都是一样的 万一它是硬的起飞 要等一个出去 真的 所以我就赶快 我发誓我真的是 体型又大 大家都是 等于是有点几乎 满没有礼貌 因为其他人大概想没什么 可是我因为有刚刚的梦 所以我是冲得最快的一个 冲得一块 哇 惊魂普丁 走出来 走出来坐在那椅子上 哇 天哪 真的 哇 这个飞机要是 登登登登 那时候真的是有点小 可是不行啊 这边已经答应了 人家又飞等 不可 对不对 我想说 可能这个已经逃过一劫了 就它不飞 就基本上表示 它一定觉得已经 这个飞机不牢靠 就不能飞 那隔大不多 快要到 已经差不多快要四点钟 就决定飞 但是不是那一班飞机 就立马一班飞机 那我就非常心甘理得的 就哇 睡了一觉 就回到台湾 这是我亲身经验的 一个第六感的概念 对不对 就是你这样子说的 就是你做梦的情景 真的发生在日常生活 有一句话叫做 deja vu 它应该不是英文 可是它的意思就是说 有的时候 我们偶尔会突然说 好像这里我来过 似曾相识 似曾相识 有 这种感觉真的有 那我现在就刚 就讲到这个 我跟我妹妹之间 我去年 就前年 我民国84年 在台湾有开了一间店 那这间店 因为就是也跟高临峰的情形 差不多了 就是在没有license 拿不到执照的情况下 结束营业 结束营业还事小 它事后的后遗症非常多 比如说你有违反到公司法 就业服务法 所以那个整个状况来讲 因为我们是从来不大出庭的人 以前我们艺人最多了 最严重了 对不对 也不会说弄到说 经常往法院跑 那那个月我就一天到晚 往法院跑 那每次去之前 我就吃一颗症静剂 因为太紧张了 所以导致到 因为现在很多文明病 不管是高血压 心脏病 糖尿病 很多不是来自于生理 是来自心理 心理的紧张 压力的大 会导致到生理上的一些问题 那基本上我在十年前 因为有得过一次肾结石 因为每次那个结石 那个石头因为太小 太小的话 就不能用急破 所以我必须要等它自己流出来 拼命喝水 所以好像觉得身上有个定时炸弹 随时就会痛 那个时候我就有 曾经有血压高的情况 那我去看过医生 那我们家里便没有这种遗传因子 我爸爸我妈妈都没有血压高 我弟弟妹妹甚至还低血压 那医生就说 你这个叫做假性的高血压 所谓假性的高血压 他就说许几番你遇到比较紧张的事情 或者压力大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有这种症状出来 所以说他说那你在选择工作环境上 给你自己的一些情况上 你尽量不要 那我说有什么办法治疗 很简单啊 你到一个岛上啊 你干嘛 种菜啊 那你就不会有压力了嘛 那我怎么可能嘛 好了那我听了医生的话 是我那时候也有减了一段时间的肥 那么又把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的修饰 所以我几乎十年都没有再犯这个高血压的毛病 一直到前年就是开了这间店 接到这么多的船票 还有跟股东之间的一些纠纷 很多事情就说 然后呢又想说 又舍不得那么多钱丢在那边 就跟高龄峰那时候情形差不多 还是一直想说能不能把它再开起来 就在这种情况下 就说经常的就身体不舒服 那这个情况下我就觉得 我很需要亲人在旁边 那我弟弟妹妹因为他们都在美国 他们都是一个在电脑 因为他们美国的工作 你晓得很紧张 很难得说去弄到假期出来 那我父母又因为他们已经移民那边 就说年纪大也不太方便回来 只有一个我比较近的双胞胎妹妹 那在这个之前呢 我跟我妹妹又有一点小误会 我四年都没有跟她讲话 这四年当中呢 她也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也从我家里那边知道 但是碍于个性的问题 就是说就是不打给她 就说就是我们之间四年都没有联络 但是用可能双胞胎就有那种心电的感应 我就觉得我好像需要一个亲人 来给我 在我旁边 给我照顾 最起码要给我一些 给我一些力量 让我来度过这个难关 所以我就一年之间 就打个电话给她 再我打个 正要 所以我那时候我有两支电话 两支电话 就是我家里有两支电话 我就用这支电话拨给她 就这么巧 我正要拨给她的时候 那支电话响 她打给我 我们四年没有讲话 但我们互相都知道电话 因为我们都有透过美国的家人 父母来联络 就这么巧 那时候 那当我要找个借口 不能说我很需要你 姐妹之间 有时候还要故意装一点 面子 装一点面子 我也不愿低头说找她 她也不愿低头找我 在那一刻呢 我就是故意讲一个题目 就说我刚好有个朋友的房子要过户 就要卖掉了 就说需要 需要我来把它买下来 那我就不便用我自己的名字 我就想用 那我就用这个借口 虽然那个事情还不是决定性 但是我用这个借口来找她 那她呢 就用另外一个借口找我 就说爸爸有交代什么事 就这么巧 两通电话 我正要拨给她的时候 她那边就有电话拨给我 四年 而且真的是四年 我们都没有 连电话都没有通过 所以这个在心电感应方面 那那个时候 就当我跟她讲的时候 她毫不考虑的 两天内她就飞来这边 也许她也想到 想要陪你 那后来 后来讲真的 我有问过她 她就说 有人 就是她在 也是 也是几乎也是 不但是感觉 就觉得浑身不对 浑身不对的时候 那她 我不知道你们节目里 可不可以谈到 一些有关宗教的事情 她是有求过 就是我们的守护神 就每个人都有守护神 但我们是中国的 我们的守护神是福德政神 就是我们的 就是在 关提公神旁边的 那我妹妹那个时候 就已经有烧香 烧香是她有 她有就是 就是 就是神有告诉她说 我很危急 我有危急 让她立刻飞来 那那个时候她一来 我一看到她 我不骗你 我当场就送医院 那天我就高很高 那那个送医院 并不是不好 就是我看她很激动 她陪了我 陪了我 陪了我的时候 她在跟我讲出很多 她在那边的一些反应 跟一些神给她的指示 所以从她来以后 念到自己的思考 和她就让她些人 对 对 对 奥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